后面上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宣称上网几点广告就能够赚钱的优击网 遭民众检举涉嫌违法吸金 台中检方发现优击网确实是违反了银行法 被害人高达两万人 在台湾短短两年就已经吸金一亿五千万 西晋集团的成员在提款金钱亲自示范还拍成影片po上网 想证明拿会员提款卡真的能从户头里领出红利奖金 跨国西晋集团优击网两年前来台打着只要缴六万元入会费 就能靠着上网点广告来赚钱的噱头 号召民众投资 不只大动作举办开幕仪式 还开巡回说明会拍摄广告来吸引民众 强调每天花八分钟点三十则广告 一天就能赚三百元 不少民众因此被骗 我们现在发现被害人数大约有两万人 那这个该网站他所吸收的那个资金约有一亿五千一万台币 这个网站的那个上游 把这个资金都已经汇到这个国外 台中递检指挥调查局侦办 27日兵分十多路逮捕詹姓祖贤等十人 还发现这个跨国诈骗集团在全球已经吸睛至少四十亿 在台湾短短两年诈骗得手一亿五千万 目前已经透过司法护助 将这个集团位于美国香港的账户冻结 记者邱紫培赖斯杰 台中报道